这个节目是13年,短幕、留言和伴助者提供的提供。 在市内营运两条观光巴士路线。 由于迪拜天气相当严热,Big Bus在2004年,从新巴扣入了一批二手空调巴士Dennis Condor DA4-6-7,赴运前在新巴车厂进行改装工程,将车门改在右方,再运往迪拜后,以原装双层冷气巴士模样行走了一段时间,后来改为装位半开棚巴士, 及后由于市场反映理想,与202始在香港赴云前,改由在元朗锦田的工场,进行半开棚的改装工序。 上层空调设备则在迪拜进行改装,在原来连接车尾冷气机至上层车厂的冷气机槽截断,以上层前段车厂另设一组冷凝器,以冷煤喉管连接车尾的蒸发器。 乘客可选择在上层较前部分享受冷气,或在后半部分得到更佳的视野。 这三部原定运往沙地的DA最后被运往迪拜,与另外三部DA一同行走,车身亦被由上Torff Dubai字仰,这六两DA在投入服务后,收取港币达320元一票,定价相当进取。 而近年在迪拜,已经看不到DA的行驶,现在常见的迪拜迫巴士车队,是来自2009年扣入的,中国安海商层巴士,DA已在2010年起停驶。 。 一,每天都不然短い。 LCC FTV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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大家记住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拜拜